第四这档题目 说呢妈妈今年是30岁 女儿呢今年是2岁 哎她把今年的两个人的年龄都告诉我们了 一个30一个2 问几年后母女俩的年龄之何是60岁 要求的仍然是一个跟何有关的东西 但是要求的是几年以后 在这里啊 几年以后何是60岁 那么我想知道几年以后何是60岁 是不是可以算出今年的何是多少岁呀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每过一年年龄和增长多少岁 你就可以去思考了 怎么去想 每过一年每个人都会长一岁 也就是说妈妈长一岁 女儿也会长一岁 那么一年过去以后 是不是总共长的是两岁呀 题目就可以列射了 来看一下 今年的何 反正都要求何嘛 对吧 就把何列出来 今年的何 两个人的何是32岁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28岁应该是两个人一起长的 那么一个人长的就应该是28曲除以2 每个人就应该长的是14岁 那既然每个人长的是14岁 说明是过了几年呢 你能长14岁 是不是意味着过了14年 所以我们说就应该是14年后 是不是他们俩加钱就变成了60岁了呀 这就是我们说的年龄核的一个变化 每过一年 每人长一岁 所以两个人的年龄核就应该长两岁 三个人的年龄核就应该长三岁了 是吗 好 那这题说完了 一起来看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这句话 请大家再好好地记一下 每过一年 每人长一岁 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王牌立体5了哟 啊 说呢 女儿今年是4岁 还是女儿和妈妈 妈妈的今年是28岁 哎 我们发现今年妈妈的年龄是女儿的7倍 一个4一个28嘛 28是4的7倍 对吧 那么几年以后妈妈年龄正好是女儿的5倍 过几年以后他们俩的倍数发生改变了呢 哎 我们发现啊 年龄差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只要这两个人一直都是在的 那么这个差就不变 但是年龄倍会发生改变 对不对 好 我们说从现在7倍要变成现在5倍 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列表的方法来进行解题 写一写啊 这是女儿 这个呢 是妈妈 女儿4岁 妈妈28岁 那么他们俩现在是不是就应该是7倍的关系 对吧 就是7倍 那么再过一年 因为问的是几年以后嘛 我们可以往后推 过一年 这个是5岁 这个是29岁 这个到5倍了吗 我们说不对 对不对 要往上凑5倍 所以这个数不对 继续再往下 那么再过一年 他变6岁 他变30岁 我们发现30是不是正好是6的5倍啊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很快 列表很快就把它找到了 那么你来说这是几年后呢 从4岁到6岁 从28岁到30岁 我们发现是不是就应该是经过了两年 那么题目就其实已经做出来了 我们是几年以后 哎 我们发现两年以后是5倍的关系 是不是就OK了 这道题目里面我们用到的是一个什么反呀 列表去枚举 是不是 那实际上面呢 请大家注意 我们之后我们说像这种倍数有变化的问题 我们把它叫变倍问题 在后面我们还会学到更简单的变倍问题 那么以后再讲这个方法 今天大家只需要掌握这个列表枚举的方法就OK了 嗯 那么这道题目说完以后 我们再做一道题 请大家来练习巩固一下 说的是这两个小朋友 红红和好好 对不对 红红呢 今年8岁 好好14岁 问几年前 注意是几年前了又不是后 对吧 几年前他们俩这个好好的年龄是红红的两倍 我们有什么法要解决 还记得吗 是不是求变倍问题的话 倍数有发生改变 今年的话是8和14 应该是一倍多一点不到两倍 对不对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是两倍呢 这种倍有发生改变的话 我们说可以通过列举法 对不对 列表去把它枚举一下就可以了 列表枚举 所以来写看 红红 和好好 名字写好 红红呢 18岁 好好是14岁 现在他们俩当然是不对的 那么几年前才是两倍呢 一年前这是7岁 这是13岁 是两倍关系吗 我们发现不是 再退 再退一年 他是6岁 他的退一年是12岁 那么12和6的话 我们发现正好是两倍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已经是找到了呀 是吧 所以几年前呢 问几年前 从8到6 两年前 14到12 也是两年前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啊 两年前 好好的年龄就应该是红红年龄的两倍 题目是不是就非常惊悚的搞定了 变倍问题 我们目前可以用列表法来做是吧 好 那么说完这条题目以后 我们说今天的这些例题和一些练习呢 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总结 今天的重难点是什么呢 首先大家知道年龄问题里面的一些特征 特征有哪些呢 年龄差的年龄核的和年龄倍数的对吧 都会有讲到 还有呢就是重点有一个年龄问题里面的变倍问题 那么具体做题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呢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年龄问题的特征 我们说到年龄差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对吧 年龄差不变 然后呢 每过一年每个人都要长一岁 那么两个人的和就要长两岁 三个人的和就要长三岁 对吧 年龄和的变化需要注意什么东西 人数 有几个人在里面 那你需要注意 好 那么解题的技巧是什么呢 需要去寻找这个隐藏的年龄差 不会找的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画轴线去把它找出来 对不对 以及将已知条件统一到同一年 还记得八年前和八年后那道题目吗 小红和爸爸对不对 那么他这里面的话 我们说两个人的年龄没有统一到同一年 你就要想办法把它统一到同一年 要么都是今年 要么都是八年前 对吧 或八年后之类的 把它统一到同一年 以及我们今天还学习了这个变倍问题里面的列表美举 以后会学更简单的方法 那么现在大家只要掌握这个列表美举就OK了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这一课的知识点了 我们就先讲解到这边 年龄问题非常的简单 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年龄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你身边的小朋友 再来好好的练习一下 考一考大家啊 这个关于年龄问题里面的几个要素 我们今天这一课就上到这边了 下节课再见 拜拜宝宝们